YES 大家好,我是Taka 今天的影片也要來帶大家回顧一下日本國家隊在奧運史上的賽果 以及日本隊在徵招上的一些嚴格和故事 我知道看到標題一定會有人想糾正,日本隊是有拿過奧運棒球金牌的 不過那時候的奧運棒球不是正式項目,所以我就不先叫那次列入啦 好的,首先回顧一下奧運棒球的歷史 首先是出現在1904年的美國聖路易奧運 由英國隊和美國隊進行一場非正式的表演賽 沒錯,這是英國,想不到吧 接著在1936、1952、1956和1964年的奧運中以表演賽的方式進行 其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邀請賽是史上首次在奧運會上進行正規九局的球賽 網路上前些天還在流傳當時的王貞智和長島貌雄坐在場邊觀戰的照片 相隔57年後,兩人和松井秀喜一同擔任奧運的聖火傳遞員 畫面格外感人 而到了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 是首次以錦標賽而非表演賽的方式進行 邀請了台、日、韓等等共八國參賽 在當時的棒球國際賽事規定只能以業餘選手參賽 而那時的日本隊陣中在有著尚未進到職棒的廣澤克己、伊東昭光、正田耕山等人的加持下 在四強戰擊敗由郭泰元、莊聖雄領軍的中華隊 隨後擊敗由Mark McGuire坐陣四番的地主美國隊 日本隊首度也是唯一一次奧運的金牌 而1988年的漢城奧運,日本隊則是只拿下了銀牌 稍微提一下當時在對上中華隊的比賽中 野貌英雄先發6.2局,被炮轟後退場 換上潮汽折野接替繼續封鎖中華隊 最後在9局下半靠著古田蹲野的再見安打辛苦逆轉 在預賽拿下三連勝,這三人後來也相繼在職棒場上發光發熱 1922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開始成為正式項目 隨後一直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連續五屆舉辦 不過日本隊的最佳成績只在1996年拿下過銀牌 這其中日本隊做了什麼改革,在主訓時又遇到了什麼困難 接著讓我們進今天影片的主題 1992年和1996年兩屆奧運 前面有提到過當時的國際賽事是不開放職業選手參賽的 而且還都是拿鋁棒進行比賽 而那時候日本的社會人也求協會和日本職棒 連因為過去的種種恩怨一直都沒有來往 所以在主訓都是以業餘和大學為主體 沒有出現過什麼太大的爭議和事件 兩屆的奧運也分別拿下銅牌和銀牌 而這個平衡直到2000年的雪梨奧運才被打破 時間先拉回前面一點的1998年 當時的曼谷亞運在棒球項目首度開放職業球員參賽 日本方面在職業和業餘交二的情況下 還是以全業餘的陣容出賽 而韓國那邊則是為了免除兵役 連當時在大聯盟的普戰號和許在應都來參賽 台灣這邊則是選進了超過一半的職業球員參賽 結果純業餘的日本隊在預賽接連輸給韓國和中華隊 好不容易打進決賽再度對上韓國 卻遭到13比1提前結束比賽 雖說是職業打業餘的差距 但這樣的結果也讓社會人野球協會開始對日本職棒递出橄欖枝 到了1999年國際奧委會決定開放職業選手出賽 於是在該年的奧運資格賽也就是亞錦賽 日本職棒這邊決議讓古田敦野、松阪大府、松中信宴和野村千二郎等人參賽 雖然最終決賽還是以5比3敗給了韓國隊 但至少沒有被提前結束也順利的取得奧運參賽資格 原本以為這樣會在雪梨奧運能夠有更多的職棒球員願意參賽 不過職棒球員對奧運都還是興趣缺缺 球團方面也還在糾結到底要不要派人參賽 當時有訪問到林木一郎 他也表示完全沒有興趣 而搖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古田敦野因為出賽選手黛玉的問題再次剛上日的野聯 搞到後來整個中央聯盟都不派人參賽 其實這也算是在改革時期意料中的事 畢竟當時的職棒賽季並沒有因為奧運停賽 派出太強的選手可能會影響到球隊的戰績 所以說央聯最後還是派出河野昌仁和林木一郎參賽 但兩人基本上都不能算是在一軍的主力 林木一郎作為古田敦野的替補捕手 相比之下更是差了不止一個檔次 還好這兩人在奧運比賽上都表現得相當出色 而央聯方面則是決議各隊派出一名選手出賽 由松阪大府、松中信宴、中村季陽等6人出賽 但過了選人這一關之後 日本代表隊在業餘和職業球員間還是有著不少的問題 像是職業球員因為賽季的關係 不會參加國家隊的團體訓練和合術 這個最極端的高規格例子就是前一年的亞錦賽 日本隊早就決定要讓松阪對上台灣 於是讓他到比賽的前一天才非抵韓國 然後這樣像是槍手的感覺還真的收到很好的成效 不過2000年的雪莉奧運就沒這麼好過了 職業球員和業餘球員間也因為住宿的關係 基本上沒有和大部隊團體行動 只有到球場練習和比賽時才會合 結果就是這樣的代表隊組合 預賽首戰就在延長賽13局被美國再建安 接著再輸給韓國和古巴 雖然最後還是勉強以4比3的成績打進了副賽 但最終還是在同排戰上 日本隊整場只打下一分 而松阪完頭整場只被打6隻安打送出10K 可是在8局被李承葉打出關鍵的2連安打後吞敗 沒想到日本隊在派出了職業球員後 卻連獎牌都摸不到了 比賽結束後 中央聯盟那邊收到了海量的抗議信和接不完的抗議電話 大多數的球迷都認為這次的失利和央聯的不配合脫不了關係 於是最終在全日本野球會議上決議 在04年的雅鼎奧運上要組成全職業隊參賽 而這次日本隊在奧運資格賽 也就是2003年的雅錦賽就派出全職業陣容 這次的日本隊也終於以三連勝的姿態取得雪梨奧運的參賽權 而到了奧運的選人 也是因為賽季進行中的關係 決意由各隊派出兩人參賽 正好組成24人名單 我個人覺得這個選人方式相當有趣 而職棒各隊從名單中也看得出來都全力配合精銳進出 但這支夢幻隊到了雅典後 開始出現各種不適應 從天氣炎熱到球場設備和飲食都被抱怨一輪 甚至還因為選人制度的關係 發現只帶兩個捕手不夠 所以連當過捕手的小力源到大和和田一號 都被指示隨時有可能要上場蹲補 儘管日本隊在預賽以6勝1敗的成績挺進決賽 不過對澳洲吞下的這一敗也出現了些端倪 因為日本隊的輕敵 對某些隊伍完全沒有勤收 澳洲隊就是其中一隊 結果就是在決勝輪 日本隊再次對上澳洲 整場只打出5隻安打慘遭玩瘋 雖然同牌戰對加拿大還是順利的將獎牌收下 但對這樣的結果還是引起了一堆檢討聲浪 因為這次是奧運主題 後面06年的經典賽我們先跳過一下 這邊要知道的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當年曾對奧運表示完全沒興趣的林木一朗 接受了王真志監督的徵招參賽 這個對日後的日本職業球員 參加國際賽的意願有莫大的影響力 第二是日本隊在首屆經典賽奪冠後 王真志覺得日本代表隊的監督 不能只有他和長島冒雄兩人 於是決定退下監督位置 由新野先一出任專責制的監督 也就是一改以往到國際賽前才領選監督的形式 改為由單一監督專門負責接下來的大型國際賽 這個制度的出現也成了後來日本武士隊的雛形 而新野先一將要面對到的首場重要國際賽 就是北京奧運 由於當時早已勝傳之後的奧運 將有可能不再列入棒球項目 意味著這有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奧運棒球 也就是日本隊最後一次拿金牌的機會 新野先一帶著這股勢必奪金的氣勢 在07年的亞錦賽從教練團開始 就找來了田園信一和三本浩二一起組團 選手方面也都選進了當打之年的打筆修友 張元浩智、藤川球兒、春田修夷和青木宣青等人 果然在亞錦賽以勢如破竹的三連勝姿態 提前韓國和台灣挺進北京奧運 隔年的奧運選手方面 基本上主力沒有太大的變動 而因為考量到奧運賽程較長 選擇多帶一名投手、少帶一名外野手 外野方面捨棄了和田一號和友商的大村三郎 選了C5的GG佐藤進到名單 相信看到這邊一定有人知道為何我要特別提他 比賽正式開打後 沒想到被人稱作鬥將的新野監督 在北京奧運的首戰就以2比4敗給虎八 那場比賽 在Despine從達比修和田中降大手中 集出3隻安打還8萬3分打點 可能那時候軟銀就已經看上他了吧 而第二戰面對由3老鼠組頭的中華隊 也是分數被一路緊咬到9局下才攻下4分電力勝機 後面又先輸給韓國隊後 接著再以1分之差驚險贏過加拿大 一路跌跌撞撞 追蹤以4勝3負的吊車尾成績進到決勝輪 結果複賽第一場比賽 日本隊面對韓國20歲的金廣炫 8局只打下了2分 兩隊的分數也維持在2比2一直到了8局 這時新野監督換上前面比賽 以及連續救援失敗的顏賴人記上來關門 結果被打出3隻安打失掉2分 最後由湧瑾上來收尾的時候 一個難度不高的飛球眼看就要結束這個半局 GG佐藤竟然出現要命的失誤多掉2分 日本隊也因此失去了爭奪金牌的機會 同牌戰上日本隊在首局和第三局 就用兩隻拳壘打攻下4分 因為以為會帶著巨大的優勢結束比賽 結果在3局下又因為GG佐藤的失誤開始 遭到美國隊一輪猛攻追平比數 隨後在5局 成賴善九被砲擊後輸掉比賽 就此在奧運末代棒球 日本隊無緣獎牌 這樣的成績毫無疑問的在日本國內 也引起了一大堆罵名和檢討聲浪 回國後 原來人記憶和深野將彥 也都表明不會再加入國家隊 這一切都將矛頭指向了帶隊的星野監督 不論是在調度上的缺失 還是讓選手帶傷入選的事 就算是講好的專責制也逃不過輿論 星野先一也用家人反對為由 將監督人選這個燙手山芋丟回給日本職棒 在經過一番討論後 才決定由原成德 接任09年經典賽日本隊監督的重責 而現前的日本隊都會以監督的姓氏命名 像是長島Japan、王Japan和星野Japan 原成德則認為自己沒有這樣的價值被冠名 於是建議叫做Samurai Japan 這就是日本武士隊名稱的由來 到了2013年 日本將多個棒球組織整合 成立Samurai Japan公司 將國家隊企業化 以上就是日本隊在歷屆奧運 所經歷的各種難題與改革 有關於Samurai Japan 我們再另外做影片介紹 今年的東京奧運 因為主辦國的關係 再次將棒球納入比賽項目 身為地主的日本隊 也施言要將金牌留在日本 究竟日本隊真是有沒有辦法 在棒球項目上突破奧運無精的魔咒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